大家好 今天是我第一个视频 就很简易的手机来拍的 谈的内容主要就是现在流行的新话 现在新冠越来越严重了 在得新冠和打疫苗之间 应该只能选择打疫苗 因为得新冠直接死亡的比例 比打疫苗死亡的比例要大的很多很多 你可以去搜网上 我现在这里搜的是新冠疫苗死亡的比例 这是百万的每一百万人次 这是几百 现在世界范围里面现在已经是 几千几千万 算亿 我看一下 就我现在 打开这个疫苗疫情 这是中国的情况 国外的疫情 怎么总的不见呢 你看一下这个什么 死亡的就一百万 一百万 你去美国 就算美国 三千四百万 死亡就是已经是六十一万 这个比例就比打疫苗的还是高很多 所以就是在没得选的情况下 直接选择打疫苗 先打疫苗呢 要来讲一下 要来讲一下 育苗现在的内型 肿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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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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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个主要的 腺病毒载体育苗 它主要是从猴子 其他动物提取出来的 培养的 这一种的话呢 就是好像阿斯利康啊 都是这一种 就是血泥之类的 那就比较厉害哈 还有就我们中国用的是灭活育苗 就是培养的这一个真正的 新冠病毒 然后呢就是把它杀灭 利用它的一个外壳 让自己的免疫系统识别 然后就让那个身体已经准备好 一旦有真正的那个病毒来了的时候 就可以打有准备之杖 就是灭活育苗 三种育苗里边呢 如果要我选择 灭活育苗我会选择 其他两种 我现在不敢 具体也会有什么风险 不敢评估 也不敢问一下结论啊 我就只是说啊 就是说你们自己看啊 来选择 另外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在你打育苗 打育苗和不得新冠的情况 进行选择 我选择 不得新冠 因为我们上次上了一定年龄 都有各种的你的慢性病 尤其上那年龄的时候 那种清血管都会变差 如果就是说你这个育苗肌肉注射下去 也会有很大的风险 就是造成淋血 有时候就直接是心脏就停止 就会死亡 所以就相对于呢 不得啊 跟那个这个死亡的 决准育苗的死亡的比例 比起来 我就选择不得啊 因为在加拿大 我们没有灭活育苗可打 就是大多数华人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加拿大不认我们的那个育苗 另外还说一个题外话 现在加拿大现在粉朵育苗造成很大的困惑 因为欧美很多国家 包括一些那种游轮公司啊 就是你粉朵育苗 它是不让算全的啊 所以这也是个很麻烦的问题 因为加拿大一直说就是主张粉朵 因为每一批来的育苗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多数人都是粉朵 好 那么呢 你要是选择不得 但是有没有风险呢 那么我们怎么应对呢 我就这几天呢 也就是去各种网上去了解啊 因为新冠得了以后 有两种情况 它就会慢慢的那个就是侵蚀你 另外一种快的话呢 啊 它就是那个细胞 啊 给你们看一下哈 就是有一种情况 那种情况呢就比较灾难性的啊 然后就是叫做气胞因子分爆 气胞因子分爆 它这种情况就是相当于你的免疫系统已经不受控了 免疫系统不受控了的话呢 所以一旦发现了这个病毒来了 它就所有相当于是士兵 免疫系统就相当于就是一个那些士兵啊 它全部就冲到前线去 然后一种混乱 一种混乱了 然后又收不住了 又又不是就开始就分不清楚啊 就是哪个敌人哪个是自己的 就是要保护的总部 有时候就连自己 各个各个那个地方也开始攻击 实际上 就包括肩周炎啊 关节痛啊 这也应该是属于 这种细胞因子混爆 因为往往呢 你得这个肩周炎之类的人啊 他就是说可能你这个肩好了 另外一个肩也来了 另外一个肩好了 关节又来了 然后呢 也许又是脚踝也来了 膝盖也来了 就相当于就是说 这个都是你的免疫系统 紊乱造成的 你就 它就不会受冰了 他看到哪个地方弱了 或者什么 他得去攻击 就相当于自己打自己 所以就有这种情况 这个就是也是你 虽然他这种风暴 也不能就是弱 也不算免疫的弱 就是你的免疫系统是不受控 也是你免疫系统的毛病之一 这种情况呢 这种情况呢 甚至有些很健康 平常啊 搞锻炼啊 那些什么之类的那些人呢 有时候就这么 突然之间 就因为这样子的就是 就像我们新鬼一样的 在血淋嘛 然后你就心脏就缺氧 缺血缺氧 然后你就不能正常工作 然后就急性猝死了 往往有时候在路上突然之间 有人倒地死亡的那种 应该就是说你这类的啊 好 那么呢 我选择不得 我现在就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得了新冠 最典型的就是要吸氧 最典型的要吸氧 所以呢 就买那种 就这么一个相机 好 我现在呢 就先讲一下 另外一个哈 我这里已经打开了 有一种 这里要说明了 具体呢 你们自己上网啊 我现在就打开这里给你看 这里就说是有两天 新冠病毒减少五千倍 这样东西叫 医维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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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华人都知道 当时 得诺贝尔奖是我们 有我们的 图幼幼 有一个是 日本人 这个日本人就是花名了这一个 因为这一个 他的花名 他就得了 诺贝尔奖 这一个呢 广泛 现在广泛 利用的是 蛆虫 尤其是 宠物的蛆虫 啊 在网上里可以看到哈 这一个 他实际上 对那个 新冠病毒 安 诶 这些 都有效果 现在就 很多方面 都在做试验 啊 印度啊 澳洲啊 他都有 都有这些数据出来 但现在这种情况呢 因为这一个 非常非常之便宜 便宜到 你不敢想象 比一般的抗病毒 药物 都要便宜 啊 你看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澳大利亚研究的 24小时 培养免增新冠 减少1000倍 48小时 减少5000倍 就像那里 99.8%的 病毒 清理了 那如果 又能够 达到这么好的 效果 那么 就能为我们的 免疫系统 争取时间 实际上 所有的病 最终最终治理的 都是要靠你自身的 免疫系统 来干活 所以就 你不是一下子 突然 增加那么多 就是我们免疫系统 首先也不认识他 那么就会出问题 如果这个 能够到5000倍 这个数据 确实是 太诱人了 那么就基本上 就清楚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免疫系统 就很容易反应 所以 我呢 就是已经 从国内 看阿里巴巴 在网上 你搜搜 一维郡树 一搜 就会藏出所有的 然后呢 我是爱 想找那个 纯妖鹅 看有多少人 就是 买得多的那种 产品 就估计可能是 相对来说 可靠一点吧 那么 就这样子呢 因为很多呀 他直接是会做成了 做成了狗狗的 蛆虫药 另外呢 就 我买的是原 原料 这个原料的话呢 就相对来说呢 你就自己 要去了解一下哈 大哥的用量 要去了解一下用量 因为狗狗这种呢 用量都是很低的 他主要是 作用是不一样的 另外 还有一个 我们治疗 新挂 首先的话 他会攻击肺部 攻击肺部以后 那么就 我们这次就要去干活 什么大量的就是 拒绝在那里 然后就把你的汇泡会堵住 堵住的话 你的氧气功格就不足 就会很局促 这时候呢 就是要 吸氧 高浓的氧 好 那我们就收一下 治氧局 我也还是选择成交流 你要看一下哈 你就选择 你选择你自己想要的哪一种 这阿里巴巴呢 你在上边订的东西 你在加拿大它可以直接发过来的 挺方便的哈 一来就可以支持国货 第二个呢 现在对我们华人来说 这语言啊 就没有障碍 然后你就说 这上面全都是产交 产交都有电话 甚至你都可以跟进 找个比方我再点这个进去 好 这上面有服务热线 那么就是说 你下单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跟厂家联系 就可以直接联到加拿大 挺方便的 但我呢 因为就是订了几个 几样东西 还有其他的 我就叫国内的家人给我联过来 已经都买好了啊 这些东西都买好了 希望一辈子用不上 只是 有备无放 这一个呢 这一个 这一个 现在 伊伟俊说呢 现在已经在印度 跟那个南非啊 或者是那个比较贫穷的国家 已经在使用了 印度主要是在民间 那么印度政府 并没有说可以 另外一个 美国的 FDA 也不主张 也不主张 这个呢 一个就是本身 他没有全套的数据 这个是小事 他如果是有意 有心做 他肯定就会 很快出来 这个关键是太便宜了 便宜呢 这个 你真正的医药公司 不可能赚了那么多钱 你可以想象 辉瑞的育苗 他能卖多少钱 这个中间呢 还有一个 以后的新冠 可能会像流感一样 跟人类共成 我现在 我现在 现在呢就是原来说是打两针 现在又说要打第三针 啊 这种 将来 那我个人感觉哈 打了疫苗的人 他 有没有病毒 我可以说 应该有病毒 只是 你身体能干掉 然后就不会伤症 也不完全干掉哈 他达到一个平衡状况 不会伤害你的极大器官 所以就共存了 也就 现在就可以看到哈 以前 欧洲 在美洲的殖民扩张 他那些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病毒 然后死亡了 你看 五大六百万 那些人 日清一碰 那本 本地人 马上就挂了 因为他们那些病毒 身体细胞 欧洲很多病毒的 他身体的免疫系统 他能够跟你保持一个平衡状况 但是病毒是带在身上的 由这一个就可以看到 将来的新冠 很有可能也会像这样 如果你要是大人打了育苗 孩子在家里没打育苗 大人出去跑跑走 然后一回家 孩子就得了 小孩很小也没出过门 他也得了 那证明这个病毒 是给他们打了育苗的人 带进来了 他 不是没得 他是 能够维持一个平衡 所以呢 就是 有必要的话 家里要常常大家都要出去 都要出门 或者就是 就是其中有人要出门打的话 最好是全家打 不然到时候你不打 你一样的也得 现在我就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以后呢 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的实用的内容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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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